我是与黄大帝人女婿 丈人叫我领十万天兵来攻打江州 阎罗大王做先锋 武道将军做后合 扶我下轿 扶扶扶我下轿 上回书说到 宋江于巡洋楼上提携反时 让仕途无望的黄文炳 终于等到了一个翻身的机会 成功说服江州知府蔡九将这个差事交给自己后 黄文炳立马赶到江州劳城 寻找宋江的服刑档案 宋江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好在代院长掌管囚犯档案 得知宋江犯下如此大错 便立马找到哥哥落实 哥哥去了巡洋楼 啊 去了 哥哥提了诗 情况如此危机 戴宗为何不直奔主题 偏要循序渐进地问 因为戴宗需要掌握真实情况 如果直接问你是不是提了反时 宋江或会因为恐惧而闪烁其词 或因惊吓而望个干净 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 戴宗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然后给出具体应对办法 我们来看宋江的回应 一时酒醉记不起来了 注意戴院长的反应 扛出一口气 然后顺势坐在了宋江的身边 就连语气也变得柔和 啊 哥哥媒体啊 这里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九八版《水火传》 对细节处理的极致追求 饰演戴宗的王吉明老师 将表情动作和语调三者合一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 从担忧到庆幸 从紧张到舒缓的心理变化 到底是科班出神 到底是国家二级演员 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样子 等到宋江逐渐回想起当日的情形 缓缓给出一句 好像试写了几句后 戴宗眼神空洞 表情严肃 刚刚放下的心 又立马揪了起来 糟了 哥哥不仅提了反事 还落款运成宋江 谢雨落在黄文饼手里 上报了府衙 正在查办 醉酒犯错 而且还是能要脑袋的大错 宋江的心凉了半截 也顾不上什么江湖顶流大哥的身份 赶紧求助 那 贤弟 你说如何是好啊 我们再来看戴院长的反应 人正俱全 无话可说 意思很明确 你非要作死 我有啥反 宋江一听 剩下的半截心也凉了 这可是在江州劳城 你的一亩三分地 或出谋划策 或计划营救 再或者你去梁山搬救兵也行啊 你给个无话可说算几个意思 对啊 戴宗难道不想救宋江 为何给出无话可说的回答 其实戴宗早就想好了应对办法 只不过碍于宋江的身份和地位 他不便也不敢直接说 电视剧中 戴宗只是让宋江装疯 并为救其装疯的具体细节详尽表述 但在原著小说中 这个装疯可是极尽屈辱 你可披乱头发 把尿石泼在地上 就倒在里面 炸作风魔 你想想 这样的建议要是直接给 起不上了公民哥哥的面子 所以戴宗先给出了 无话可说的回答 让宋江绝望 等到宋江主动请求的时候 戴宗再给出装疯建议 宋江才能无话可说 和戴宗设想的一样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宋江甚至开始哀求 行了 戴宗想要的效果出现了 可以给出装疯建议了 只是宋江装疯 到底能不能躲过一劫呢 被抬到府衙大堂的宋江 口中狂呼 我是与皇大帝人女婿 丈人叫我领十万天兵 来攻打江州 阎罗大王 左先锋 武道将军 左后合 注意 宋江口中的疯癫之词 可并非随意选择 而是有着明确的讽刺指向 疯了都要当大官 而且是御皇大帝的女婿 阎罗大王长生死 武道将军一长生死 当了大官 哪还顾得上 为民作主 造福一方 先将官威拿起来 先将生死掌控之 这段话 乃及原著小说中的原文 这还是疯话吗 这是直指封建官场 现实的一把刀子呀 见到宋江如此风魔 菜酒反倒笑了 可黄文炳不会这样想 宋江疯了 自己与仕途翻身的机会 可就没了 更何况黄文炳大张旗鼓地整出这么一场 逆反大案 如果到头来只是一个笑话 菜酒肯定不会再搭理黄文炳 甚至连其再嫌通判的身份都得丢了 更何况菜酒出身高贵 养尊处优 压根儿不懂得人之无奈 更不会相信正常人会以如此屈辱的方式自保 而黄文炳则不同 这小子苦熬数年 仕途无望 对此有着充分体会和感触 所以他知道宋江只是装疯 所以他开始彻底走向宋江的对立面 这句话以后 菜酒仍然将信将疑 直到黄文炳下令给我往死里打 直到宋江吃不住疼 主动承认了装疯事实 前面我们就说过 公民哥哥只需要石棍 只需要石棍就能基本宣布水浒传的剧中 装疯还是真实 宋江自然懂得如何选择 只是也正是黄文炳的这个命令 才让宋江彻底恨上了黄文炳 并最终将黄文炳分而考之实之 有人说宋江之所以如此怨恨黄文炳 是因为黄文炳也是被大宋朝廷疯狂揉念的代表人物 可他没向黑暗的大宋体制发起挑战 反而陷害同病相连的宋江 用以染红自己的顶子 一句话 黄文炳吃尽了潜规则的苦 但却拼命维护这个荒唐的潜规则 甚至不惜进攻任何一位敢于挑战这种潜规则的人 所以宋江恨他 恨这个疯狂进攻阶级兄弟的坏人 其实哪有这么复杂 就是因为黄文炳害了宋江 害得宋江险些送命 害得宋江再无回头路 再也无法安享黑白通吃的逍遥生活 像宋江这样的运程名流 江湖大佬都干出装疯卖傻 以求自保的屈辱事了 黄文炳还是不肯放过宋江 他日弱得报冤仇 黄文炳还能落得好下场 有仇不报非君子 如此屈辱 如果不落手报复 会在江湖上留下画饼 会严重影响宋江的江湖地位和江湖影响 所以将黄文炳割一块 制一块绝对是铁牛兄弟发了善行 按照公民哥哥心中的怨恨 应该生蛋其肉才合适 行了 宋江逆反案落实了 接下来就该到了黄文炳的巅峰表演 功劳永远都是领导的 或者论功的时候 永远都要先将领导推上去 这不是什么潜规则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对于黄文炳而言 只有让蔡九先领了功劳 先尝了甜头 才能轮到自己 才有机会顺带提及自己 蔡九不学无术 指望他在江州干出什么具体政绩 极无可能 可就算有个好跌 蔡九也必须有点成绩 才能对得起自己为官一任 金黄文炳这么一提醒 蔡九立马给出了回应 对对对 说得好啊 我现在就去写 行了 蔡九想要的结果出现了 赶紧见缝插针 提出自己的要求 注意 刚才黄文炳已经将手工推给了蔡九 蔡九还会在乎顺带提黄文炳一句吗 这就是懂事的好处 就是互利共赢的现实案例 等到蔡九的肯定回应后 黄文炳又堆上笑脸 给出了这样一句 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淫魔的谄媚要求 这是和蔡九深入接触的机会 更是巩固两人关系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万一蔡九忘了在书信中提及黄文炳 黄文炳还能委婉提醒 坐实自己的功劳 黄文炳虽为小人 但这位爷混迹官场的本事和技巧 确实超乎常人 只是宋江落难 梁山好汉又会做出何种反应 江州本地帮会又会如何营救 铁牛兄弟会不会怒发冲冠 原著小说中最为复杂 最为现实的一段情节 持续更新中